7月31日,据今日美国的知名记者凯雷彧,最新报道,火箭队在转会市场上还有打算引进的目标人选,他们相中了老鹰队的贝斯莫尔,凯雷彧,在最新报道中指出,目前火箭队仍然希望引进一位特异球员来加强防守,而最新登上他们的目标, 是老鹰队的贝斯莫尔,事实上,2016年的时候,火箭就有机会签下这位,昔日游勇士队发掘出来的天才后卫,结果老鹰用一份次年7000万美元的大合同留住了他,继续把火箭预演进其勇士天才后卫贝斯莫尔,把千万大鸡类安德森获胜重要交易筹码,目前贝斯莫尔还剩下两年合同,余下的薪水减少, 接近4000万美元,基本上和火箭鸡类安德森的情况差不多,开雷一口,指出,老鹰总经理是伦克,不太会排斥火箭,用8000万大水货安德森来交易贝斯莫尔,但由于是火箭主动发起交易, 老鹰队所有选秀权那是必须的,在两个球员几乎同等价值交易的情况下,能得到一个选秀权,这是老鹰愿意做的买卖,2017-18赛季,贝斯莫尔代表老鹰队出战了65场比赛,场均能拿下13加4加4的数据, 三分球命中率39.4%,不过贝斯莫尔身高1米96并不算高,完全指望他在特意防守,恐怕不太现实。